夢想街57號 珠寶劍音團 請建架 好 首先歡迎各位參加 列臨我們這個 夢想街57號 珠寶劍音團 珠寶劍音團 那今天也非常歡迎各位 這個珠寶劍定團的專家 來到我們節目現場 歡迎你們 好 今天有盛梅領銜 帶著所有的劍定團的團員 今天盛梅您帶了什麼珠寶來 我就是珠寶 講得好耶 講得好 我是這裡最貴的耶 對不對 因為盛梅經常其實會跟 這一些演藝圈的這一些 這個名流在一塊 我先問一下盛梅啦 盛梅在演藝圈裡面呢 這個最喜歡珠寶的 有哪一些女明星 聽說有一些女明星的話呢 如果要嫁人的話 最起碼都要有一顆鑽石對不對 對啊 尤其是最近很多的女藝人 不是只要嫁人就要秀珠寶嗎 對不對 許若萱啊 其實吳佩慈可厲害了 對不對 他要的珠寶 各位 如果你只是含幾克啦 我覺得這就俗了 等一下 我先問一下吳佩慈 這應該算限量版對不對 那吳佩慈到底有沒有真的嫁了 還沒 還沒啊 這個是最重要的 還沒嫁 東西沒有現有 小孩也生出來了 那以後珠寶會更大顆 現在都是先把花童生好 等到他會走路的時候有沒有 再來結婚 現在都倒過來什麼關係 重點是珠寶就要限量版 對不對 對 沒錯 現在你如果講說什麼三克拉 五克拉 六克拉 真的不稀奇了 現在其實 現在那些真的都不稀奇 光是我們節目都來過十五克拉的 十五克拉 怎麼沒叫我來看一下 你要結婚越來越難了 真的很難喔 所以難怪很多的單身貴族的話 寧願乾脆不要結婚 那女孩子如果想要嫁的話 先把小孩子那個真正的珠寶 給生出來 有沒有 對 真的 生出來以後什麼東西都有 以後還省了個花童 是 沒錯 這樣我們今天要好好來鑑定一下 到底身上保留的這些珠寶的話 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先趕快歡迎一下 來自於新莊的張淑蓉 張小姐 歡迎張小姐 好 首先我們歡迎的是 來自於新莊的 我應該稱呼妳張老師對不對 來 這個新莊的張老師 老師 您好 您好 首長好 張老師好 好 來 這個張老師在新莊 是開補習班的 對 您是專門在補高中 國中 國中 國中跟國小都有 國中跟國小 對 規模大不大 還好耶 我有那個八間教師 那是文理補習班 對 八間教師叫還好嗎 還好啊 已經是 來 我問一下那個洪老師 洪老師是在台中當老師 教英文的 那個洪老師 您自己有沒有開補習班 沒有 沒有 對 但是我畢業之後 有在補習班教過兩年 補習班的老師很好賺對不對 要看是不是名師啊 妳應該算是名師吧 沒有 剛畢業還不算名師 老師 那個洪老師有點後悔說 他沒有去補教業 如果去補教業的話你看 還得了 這叫全車之介 就在這邊啊 對... 對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張老師呢 他今天所帶來的東西 大部分都是十幾年前的時候買的 那時候已經開始在經營補教的 教室了嗎 還是那時候還是補教老師而已 有在做了 做補習班了 已經開補習班了啦 對 好 首先我們第一個先來看一下 來 這一個 這一個呢是以克拉的轉介 是以克拉嗎 1.02 1.02 1.02 好 這一個轉介是怎麼來的 這是我結婚的那個 老公也是補教名師嗎 我先生教數學 妳呢 我就當負責人主任跟戴安親班 班導師 整個的補習班的班主任 對 對嘛 你叫做班主任啊 老公是教數學 所以妳先生要聽妳的就是 隨時妳可以把它掃地出門 對不對 互相互佐啦 對 這個夫妻兩個齊力斷金啦 好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以克拉 那時候是老公 跟妳求婚的時候用的 就結婚的時候公婆買的 那求婚呢 沒有耶 我們那時候沒有求婚 我們用電話 電話求婚而已 電話求婚 等一下...電話求婚 用電話求婚 來...妳說一下 妳怎麼求婚啊 對 電話怎麼求婚 妳老公跟妳說什麼 因為我們那時候是相親... 相親的 然後第一次見面完 她有去台東我家一次 然後就看到我那個相親的第二個 寄個...寄一封信 還有一張相片要給我爸爸看 然後她就很緊張 然後她就打電話跟她嬸嬸講說 如果不要...不快一點的話 她可能會被刪針 張老師妳行情有夠好的啦 有夠多人要處理 她這麼強耶 所以那個見面... 應該是相親二十幾天 然後馬上就答應要訂婚了 那訂婚的話呢 她有沒有送妳什麼 對 都沒有耶 那時候也都沒有啊 妳先生姓什麼 我說...姓謝 妳突然這樣忘了 好 訂婚都沒有 但是家境應該不差對不對 對 我公公是醫生 來 我們來看一下 這一個一克拉 是公公婆婆所送的 這個一克拉的話 那時候有沒有附贈書 然後說在哪邊買的 都沒有了 她是南非我... 南非 南非... 南非我那個姑婆 就是我先生的姑姑 他們在史瓦寄來 然後我們... 我公公的媳婦要結婚的時候 我們結婚的時候 都是從那邊直接拿過來 對 所以應該是姑姑喔 對 姑姑嘛 姑姑... 那時候是去請姑姑 直接帶過來的 對... 對 是說在南非的產區那邊 買的就對了 對... OK 那有沒有問那個婆婆 她們買了這一顆 大概多少錢啊 我沒問耶 所以我很想知道 我告訴妳 那Cut 那個Cut影響價格很大 對 而且妳在那個G.I.Paper上面 它一定有兩個圖 那個圖如果說妳的瑕疵點 在中間 在旁邊又有差 實際上的那個切割的話 一般民眾其實是也很難去看到 對 很難 不過我們來看一下這一顆鑽石 這個...張老師 這一顆應該真的沒有問題啦 我是覺得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喔 因為妳沒有鑑定書對不對 對 她那時候我記得是有一小章 可是我不知道塞到哪裡去了 好 來 我們說喔 教觀眾朋友一下 如果我們已經鑑在上面的鑽石 已經鑑在介台上面 我們要知道大小 你知道那個重量喔 都是1.01 1.02 而且那個單位都是克拉 克拉的話就是很小很小很小的單位 那我們通常呢 是把一個鑽石妳鑑在上面 我們要知道它的重量的話 妳就拿一把尺 然後拿一把這種L型的尺 妳去量 量它的直徑 它的直徑呢 大概在6.5 就是6.45以上的mini 就是0.645以上的直徑的話 就在一克拉附近 所以一般都是在大概6.5左右 這個差不多在6.48左右 剛才看 所以一定是一克拉以上 這有超過一克拉 對 就是超過一克拉 這個是沒問題的 那這個鑽石是真的還是假的 好 鑽石是真的假的 我們擺在顯文鏡下面 我們也順便交觀眾朋友看一下 妳會不會有點怕 不會耶 不會啊 對 好 那所長是不是現在 有一種那個儀器的話 它可以直接鑑定的 有 有一種儀器喔 是可以鑑定它是 是不是鑽石 可是那是很多人叫做 英文叫做diamond tester 就是鑽石測定器 其實不是 其實它是一種導熱的測定器 導熱的測定器 等一下我們可以來測試一下 不過我們先 教觀眾朋友看一個 它是真的還是假的 來 我們先 教觀眾朋友看一下 如果要知道一個鑽石 是真的假的 觀眾朋友常常 我們常常看到的都是腰部 我說我最喜歡看到的 是腰部 今天我們請電機博士呢 幫我把它打在我們的正面 我們也教觀眾朋友看一下 正面呢 如果是假的鑽石的話 正面的這個面與面的交接處 不會那麼俐落 來 電機博士 請幫我把這個地方放大 對 就這個地方 它就不會那麼俐落 通常如果是假的 如果是人造玻璃 或者是所謂的蘇聯鑽的話 它這邊會變成這樣子 弧狀 對 圓弧狀的交接 你看到的就會是圓弧狀 所以這個地方就圓圓的 就不會這樣子那麼俐落的交接 這個交接點在這邊 那其實這邊也是有一個 只是這個焦距沒有在這個位置 不過很清楚了 所以這是一個天然的鑽石 是沒有問題的 好 所以這邊不用擔心說 它可能買到假的啦 所以這個現在就是等級了 好 我們來估價 這個張老師您自己估呢 應該25啊 25萬 對 那時候送妳一克拉 妳有沒有跟她 因為那個公公司那個醫生 老公又是名師 妳沒有跟她講說一克拉太小 沒有啦 因為媳婦 三個媳婦都是一克拉 她三個媳婦全部都是一克拉... 公平啦 對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個一克拉的鑽石呢 當初買入的價格呢 不可靠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21位 還不錯... 差不多 我跟妳講為什麼 等級 好等級 大概在VVS2 顏色大概差不多在H左右 那這樣子的應該... 理論上應該是30萬 不過剛才我們的 鑑定團來賓講對了 切割很重要 對 因為這一個的切割呢 它的腰部呢 是一種霧狀的切割 不是柯面的切割 它的腰部是有 一點點的切割上的瑕疵 所以那一點點的瑕疵就打7折 所以應該30萬 打7折就3 7 21萬 就會變成這樣 所以你說它的腰部是怎樣 是霧面的 霧面的 它腰部是霧面的 沒有那個柯面 對 沒有那個柯面的 那最好是腰有柯面的 柯面 最好是柯面 意思就是 最後的那個腰部的地方呢 沒有仕掛 對 它沒有把它拋光 最後是沒有把它拋光掉 來 我們測一下那個鑽石的測定器 這個已經鑑定應該是真的啦 沒有問題啦 這是真的 所以因為它是真的 我們來看一下 好 這是一個鑽石測定器 來 我們看一下這樣子 然後呢 現在第一件事情要先去看 這邊燈亮的話 就代表它的電池是OK的 那如果我們這樣按上去的話呢 它必須要 就是這邊要全部跑到這邊來 有沒有 好 這樣就有了 這樣子就測就是真的了 有沒有 放掉 你看 就這樣子 再來一次 好 所以這個是鑽石 對不對 我們拿玉石來看看 我問一下那個花倫哥 這個東西貴不貴啊 大概三千塊錢一個 那還好 你如果要買那種 數百萬的那個鑽石的話 搞不好可以買一隻啊 買這個其實等一下我們再說 好 來 我們來測試一下 對不起 我有帶兩個來 是不是可以也順便看一下 沒問題 我們先測一下這個 然後玉石 大家不用急喔 就沒有 過不去了 有沒有 沒力了... 沒力了...過不去了 好 你知道為什麼 你說這個科痕的地方嗎 對 科痕的地方 要到哪裡 要整個滿 要整個滿 要跳過去 所以不是它叫啦 不是聽聲音喔 對 我跟你說啊 這種的還算是 不是完全聽聲音 這種的還算是比較精確的 有一種就是你剛剛說的 聽聲音的有沒有 嗶嗶嗶的聲音 有一種是直接有嗶嗶嗶的聲音 如果沒有導熱的話 它就沒有嗶嗶嗶的聲音 好 我要講的意思是這樣子 這個是一個導熱儀 我們先跟觀眾朋友解釋一下 這到底是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導熱儀 導熱儀意思就是說 如果它是鑽石 因為鑽石是導熱的 對 鑽石會導熱 所以這個東西 只要碰到導熱的呢 它自然就會叫 那我看這個 這個應該是藍寶啦 好 藍寶會不會 應該會吧 來 你看會不會 藍寶不是有香鑽嗎 有沒有 香鑽的部分它才會比 藍寶也有啊 也會啊 有啊 因為它旁邊 所以你要看喔 這個是相對是比較精準的 就是它是導熱的 有一種是直接就把它切掉 就是它沒到那個量的話呢 它就直接把它切掉 或者不會叫 或者會叫 是不是所有的礦石都會導熱 不是... 那你像水晶的話 射下去的話會不會也一樣 水晶就不會 水晶又不會 水晶又不會 紅寶也會 藍寶也會 鋼玉都會 鋼玉跟鑽石都會 玉石是不會的 好 來 那個... 聖美妳有鑽石啦 有 而且我有兩個 算是... 聖美妳這個應該都... 妳看我的表 妳看 聖美妳這應該都假的 不要開玩笑啊 妳這是真的嗎 我只有身體是假的 我的寶石很簡單 妳只有人是真的 其他都是假的 少啊 腰部女生 是假的 妳看喔 妳看我這表 這表會鑽喔 而且號稱這個表面是鑽石 妳為什麼要笑成這樣啊 為什麼要笑成這樣 真的啦 妳這是電視過後的嗎 講到好像是郎中一樣 這個表很貴的 真的 真的 30萬 號稱表面是滿天心 真的還假的啊 對啦 來 測測看 真的 我們現在是要測表 還是測這個鏈子啊 所以你們 這個鏈子也是鑽石 所以告訴我 到底這個是鑽石 還是這個是鑽石好不好 我們只能測一樣 不要啦 兩個都測啦 你看... 好 來...我們來測看看 來...我們測這個 有沒有 滿貼心喔 哪有無聲啦 對不起 哪有無聲 對不起 不是 30萬對不對 哪有無聲 完全沒有耶 這個碰到鐵也不行是不是 有的鐵... 有的鐵可以 有的鐵耶 它有鐵耶 有鐵 黃金可以 鐵沒有用 但是沒有滿格啦 對...要滿格 你看 要... 那紅的要到底 如果我這個鑽不夠 只是粉這樣OK嗎 什麼粉 鑽石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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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沒有問過鑽石粉 還可以箱在這橡膜子上面 不行啦 這個... 好 來 我們看這個 被他踢爆喔...討厭 好 來 這個手鍊呢 你看 這個是真的 這是真的鑽石有沒有 這是真的 是嗎 這是真的啦 這是真的鑽石 這個是真的 這個背板扣啦 這個8萬塊 這個號稱30萬 真的啦 結果 這個號稱 這個現在這樣子量起來 來 我們再量一個看看 會不會再給他一個機會 我求求你 真的... 你沒有... 你這個沒有電池了 會是... 有了 快 加油... 加油...快了... 真的有了 有...真的有了 黃倫哥 這到底有沒有啦 沒辦法 剩下還是剩我發工了 他在跑 你知道嗎 所以這還有一定的... 這還有一定的準確度喔 所以真的假不了 假的真不了 這個是假的啦 但這個是真的啦 它放在頭一隻手 它都不會相互干擾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真的 對 這個是真的鑽石 這個都是假的 這整個 沒關係啦 OK啦 我好歹有一個真的嘛 好啦 我們謝謝聖梅 好 來 另外呢 Melody姐 妳那邊也有是不是 還是妳要過來 妳的東西太多了 我們過來看好了啦 我告訴你喔 妳的鑽石... 我還有一個問題想請教所長 因為我各種不同形式我都有 我後來發現在G.I.Paper上面 好像Cut部分 只有圓的才有Cut 所有的M.A.Cut還有這個... 花式切割 對 都沒有Cut 不是這樣子 不是 來 可是我的Paper上面這樣 來 我們看一下 妳看它帶多少東西來 做我們的鑽石環 那不是一般的耶 妳小心喔 不要把它碰倒 我跟妳說喔 妳只要拿鑽石過來就好了 來 鑽石... 這個是一套的喔 這個是我早期去美國 學生的時候買的 所以這是應該比較差的 好 來 我們... 來 我們一個一個看 這個是進...這個有C.I.Paper 等一下...一個一個來... 不用急喔 不用急... 因為這麼多人 我怕沾用你的時間太多了 不是 妳這個鑽石太昂貴了 來 我們先給各位看 它今天帶了兩個鑽石過來 一個是我手上拿的這一個 那它可以是分開來的 這個是C.I.Paper 這個設計非常的特別 另外一個呢 另外一個呢 是我們所長拿的這一個 所長手上拿的這個 比較花式的切割啦 對 花式切割就沒有靠整 那這個花式切割的話 是一個新型的 新型 那妳要建... 妳只能建一個 妳要建哪一個 那隨便妳們想高興建哪一個 就建哪一個 我最好是怎樣不用建 好 來 我們來幫妳 來看一下這一個 好 這個沒有問題 要這樣子啦 這個要滿格啦 妳的手錶沒這樣子 真的 我這進包銀啊 那那個Melody姐 妳這一個的話幾顆拉的 這個中間的是一顆啦 旁邊碎鑽也是一顆啦 然後這個是18K的 所以這個是有GIA的證書嗎 對 這個沒有 好 這一個嘛 來 我們給各位看一下 我就說為什麼這個Cut沒有 好 這一個呢 是花式的一個切割 花式的切割 這個有GIA的一個證書在 然後這個當初買是買多少錢 這個當初買...它本來是26萬 後來我跟他用現金 我買了好幾個 所以他算我22萬 這個是22萬 對 我在兩年前買的 我看一下這到底幾顆啦 兩年前買 這個中間是一顆嗎 旁邊是1 1顆啦 對 VS2 VS2的F Color 張老師 張老師妳那個21嘛 剛剛所長講說妳那個的話 那個等級是... H H Color 然後呢 VVS2 來 而且我是有GIA 這個是VS2 F... F Color 好 來 我們要來見價 顏色比較好 我先把妳這個借走了 我們來鑑定一下 然後我們也可以 跟這一個來做比較 好 來 好 這顆呢 是花式的一個切割啦 那這個鑑定完 因為那個重量的話是一樣的 我知道一般是說圓形比較貴 但是心形是不一樣的喔 他們說心形很少 心形很少 心形很少 我是情人姐買的 要送給誰的 送給我自己 替我先生送給我 聽起來有點悲哀耶 不是啊 人家那一顆婆婆送的 因為我先生 我先生錢都是全部交給我嘛 所以我都是自己跟自己買的 妳覺得很悲哀 別人覺得很棒耶 對啊 OK啊 他自己開心就好了 來...我們說這個金錢 好 來 我們來評估一下啦 這個新型的一顆拉的 VS2 F VS2 VS2 顏色是FVS2的 好 當初買是買22萬 目前市場上的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21萬 兩個一樣 那不對啊 他那個等級 Melody姐 很合理 因為你的GIA證數就要1萬塊錢了 沒有...不是這樣子 圓形最貴 對 因為它的是圓形 我知道這個意思 你的切割叫做花式切割 我知道這個意思 所以花式切割的價格 永遠不如圓形 可是因為你們的等級很類似 因為你的是VS2 它的是VVS2 所以在乾淨的程度 它會比你高兩個等級 可是你的顏色上面 你比它高兩三個等級 所以那是不一樣 這是第一件事 可是第二件事呢 因為你的切割比它好 你的切割是... 你的腰部呢 全部都已經... 就是全部是拋光的 是刻面的腰圍 它的那個腰部 我們剛剛說的問題是霧面的 所以有差別 所以切割差一點點 就差很多了 其實切割是最重要的 不過還是一樣啦 就是要買那個圓形的 圓形的鑽 會比這個花式切割要來得好 麥能跟我說 新型的不一樣 新型會很稀少 因為新型是比較特別啦 特殊款啦 對 所以他跟我說新型 應該是不錯的 那你的人成功了 好 來 這一個呢 不錯 這個婆婆公公的話呢 婆婆的愛心 很好喔 這個...21萬啦... 好 來 接下來呢 我們要來看一下 這一個是翡翠的玉琢 那這個是怎麼來的 這個是我去百貨公司逛 然後看到喜歡 然後就跟他買 哪裡的百貨公司啊 板橋 大圓柏喔 以前是小圓柏啦 現在的小圓柏 舊的圓柏 這個幾年前的 也都是十幾年的 十三年以來 你不是住新莊嗎 對 隔壁而已 對 過一條腳就過去了 到板橋那邊 就到板橋那邊 買多少啊 一萬 對 然後它是珠寶店 還是說外面的那個花車 它是有專櫃喔 有專櫃 對 現在還在嗎 應該還有 這樣可以講嗎 沒關係 不用講好了 免得見出來是假的麻煩耶 沒有問題 說這樣 進學一天 因為我們之前也來過百貨公司 後來我們想說 應該也會是真的 也是假的啦 對啊 最好不要講出來 對啊 還是不要講 最後不要講 來 我問一下 有沒有在百貨公司買的 有沒有 都沒有喔 李小姐沒有在百貨公司買 洪老師也不會啊 我有購物台的 他是買購物台的 他是到購物台去買 購物台可能應該是 應該是真的 會不會是A貨會比較 他有時候會在下面寫得很細的字 說曾經怎麼處理過 對 很小很小的字在下面跑 你說如果有處理過的 他會寫優化處理 對 可是字會很小 在下面跑馬燈這樣跑過去 輸一個軌 你不一定看得到 購物台喔 對...他會寫喔 對 所以你不一定注意看到啊 對 那我如果打電話去訂的時候 我能不能問他 說你這有沒有處理過這樣子 那他會跟你講真的嗎 會 他會跟你說 我們有優化處理過 對 他如果沒有講的話 他七天的見賞期過了 他還是可以退嘛 對 你這個有沒有跟你講 沒有耶 他有沒有講A跟B什麼的 都沒有講 他優化處理什麼都沒有講 都沒有講 買多少錢 一萬塊 還好啦 來 導播 幫我拍一下這邊 來 觀眾朋友看一下喔 裡面 內圍喔 好 我現在要走的是內部 有沒有看到 色點 色塊 有 石紋 有看到嗎 有 石紋 色塊 來 我走一下給你看喔 哇 這邊有一個顏色 有沒有喔 這一個顏色 這邊有一個顏色 色塊的點 這個是緬甸斐翠玉嗎 這個喔 我特別要在這邊 對 緬甸的玉琢 我為什麼要這樣子看喔 就是要教觀眾 現在開始呢 我們節目開始慢慢要訓練觀眾朋友呢 用肉眼來判斷 做一個初步的選 你看喔 這邊有兩個顏色 對 記住這樣子的顏色 如果可以的話 你就記住這樣子的 尤其是這一塊 現在這一塊 這一塊顏色 尤其就是這邊 好 好 來 我們請我們的鑑定團的團員 來舉牌一下 你們認為呢 這一個呢 是A貨還是處理過的 如果認為是A貨的話 請舉圈 如果有處理過的請舉X 處理過的 就是B貨你認為 是B貨的話就X 如果是A貨的話就X 就比較X了嘛 好 來 邱小姐 洪老師 然後還有聖梅跟我們的Melody姐呢 都認為她應該是有處理過的 只有一個林小姐你覺得她是真的 好 來 林小姐 妳為什麼認為她是A貨 我這邊看不是很清楚 不是說有指紋嗎 我這邊看不是很清楚 我先問一下 妳身上戴的這個是A還是B啊 這一個喔 身上這個 項鍊 絕對A 絕對A喔 好亮喔 相信我的眼光 來 這個通常是參加那個 重要的宴席的時候 妳才會戴出來對不對 喝喜酒的時候 喝喜酒的時候 這一個買多少錢 很便宜 大隻 4萬6 4萬6 對喔 妳說什麼 真的 妳說身上那個鏈子是嗎 光看價錢就知道 一定是處理過的 優化俗理 要不要打賭 來 鑑定一下 對 看不看不要打賭嗎 好 我等一下來鑑定一下 所以妳這看完以後咧 真的 真的喔 有沒有人還要再看 好 我改變 真的 真的喔 來 為什麼 看完以後已經 看完以後有一個人改變 那彭老師妳有沒有改變 沒有 沒有啊 有一點怪怪的 怪怪的喔 不變喔 妳也一樣 還是有處理過 等一下 妳放手我看一下 那1萬塊的東西 妳看太久了啦 這樣百貨公司要怎麼做生理 我沒有看了啦 我覺得百貨公司存疑 妳覺得百貨公司存疑喔 因為它才賣以外 對 而且買太便宜了 太便宜對不對 好 來 我們來見價了 來 如果很便宜的話 我跟你買 妳說什麼很便宜 沒有 他那個要賣很便宜 我跟他要買 妳也覺得那個 他身上帶你是真的嗎 你看他也是 他都沒有要賣啊 這算是 對啊 他那個 你看他那個還買4萬塊 對啊 我覺得很好看 好 來 我們來顧價喔 我們來評估一下 這一個呢 在百貨公司買的手鐲呢 當初買入的價格呢 約在十幾年前 買入的價格呢 是10萬塊錢 1萬塊錢 1萬塊喔 好 目前市場上 行情價是多少請見價 十年前 大概十幾年前呢 在金品店所買的 買入的價格呢 是12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這一個翡翠的玉醉呢 當初買入的價格呢 是20萬 目前市場上行情價是多少 請見價 好 謝謝 謝謝